不许 迟已经再娶了 这名分上 那奶奶是什么意思 理当是咱们对不起人家 可是咱们迟家 是待清白 娶一个不明不白的媳妇回来 想到她陷在土废窝里面 我就 我心里就堵得慌 奶奶的意思啊 给她娘家点钱 把她修了算了 毕竟是咱们有妇于她 所以我想着 除了给些献钱之外 再给他们置办一个大宅子 请几个丫鬟过去伺候 好 那这件事你就去办吧 不过她的名字已经上了族谱 可能要修她 得心事动众一番了 行 我知道了奶奶 我这几天工厂的工人要培训 我得过去看看 好 那你走吧 嗯 奶奶 那我也 你坐 奶奶正好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好 林雪啊 你现在是池家的大少奶奶了 所以为人处事 得宽容大度一点 下人丫头们做错事 你就打一打骂一骂 出口气行了 你怎么办啊 用不着这样行事动众 犯天覆地的嘛 如果穿出去的话 人家说 池家虐待下人 那多难听啊 嗯 我知道了 奶奶 你知道就好 大容 顾儿现在怎么样 还没死 什么叫还没死 就还活着呗 怎么说话呢 那行行行 我不对 我不应该这么跟你说话 这也要不这样吧 你把我脸也划了吧 我这不是也是关心贵儿吗 那么快吧 好不了的 那你多找几个人照顾他 还有事吗 没事的话 我先走了啊 大容 你对我有什么不满吗 我只不过是个丫头儿 我哪敢对少爷宁不满呀 我哪敢对少爷宁不满呀 你知道 我从来没把你当过下人 我一直当你像亲姐姐一样看待 所以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跟我说 别跟我绕弯子 不是 你不不得我说你 以前那个少奶奶回来了 你现在就不要人家了 你就 你这么 算不算是很没良心 可是 当然觉得少爷 不是那种没良心的人嘛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 我把他接回来 那未必对他是件好事 首先沈灵雪肯定就容不下他 奶奶对他也会诸多地挑剔 而且 我跟他又没什么感情 所以与其让他 关在这个深宅大院里 还不如让他在外边活得逍遥自在 少爷 听你这么说完 我心里好像舒坦多了 你还真是心里藏不住事啊 那这算是种优点吧 好了 我还有事忙 你先去吧 等等 我有个事问你 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啊 那个 那个 我 长得真的像堵墙吗 你说你说呀 不像 不像 少爷说不像 那就是不像 少奶奶 请 多真的 我 都不像 你 没什么 没有 似乎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都不像 我 你 都不像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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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说得对 从道义和责任上来 我们持家根本就没有理由修妻 所以这个妻 我不选 什么 你说什么 来来来 小心 小心门坎了啊 走 走 走 各位啊 对不起了 你们想好了再找我们来吧 是啊 是啊 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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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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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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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下姐 六婆来了 六婆来了 六婆来坐 正好 你们两个谈吧 好好聊聊 六婆来 致下怎么说 大少奶奶 来 您喝茶 大少奶奶 我是这府里的丫鬟总管 以后啊 你叫我大容就好了 大容姑娘 你 你别这么叫 我不是那么少奶奶 您的名字 都是我们十家的族谱了 那还有假呀 我什么时候 能见你们家少爷 少爷忙去了 待会儿就过来 少爷特别交代我呀 让我亲自接待你 那就有劳姑娘了 怎么了 好看 哪哪都好看 这面呀 长得很和善呀 比另外那个好多了 我要是少爷 我早就凶了他 大容姑娘 你别这么胡说 没胡说 我这叫实话实说 你信不信啊 回头啊 我让这府里的丫鬟们 集体投票 保准都投您 才是正牌的大少奶奶 大容姑娘 大容姑娘 我还有事情 要着急走 就劳烦姑娘 现在就带我去见 你们家少爷吧 嗯 嗯 即使你休妻我也同意 我 我真的等不及了 能不能先谈谈我们的事 你先出去吧 是 你要谈什么 只要 只要能尽快地和持家解除关系 不管是我修复也好 还是你修妻也好 我都认了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 想摆脱持家吗 如果我不同意呢 如果我不同意呢 你为什么不同意